诗篇第41篇 关怀穷乏人的有福了 在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救他 耶和华要保护他,使他生存 他在地上要称为有福的 求你不要照着他敌人的心愿,把他交给他们 他患病在床,耶和华必扶持他 在病态中,你使他恢复健康 至于我,我曾说 耶和华,求你恩待我 求你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毒的话重伤我说 他什么时候死呢? 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消灭呢? 即使他来看我,说的也是假话 他把奸诈击唇在心里 走到外面才说出来 所有憎恨我的人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 他们设恶纪要害我,说 有恶纪临到他身上 他既然躺下了,就必一病不起 连我信任的密友 就是那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至于你,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使我康复起来 好报复他们 因此,我就知道你喜爱我 因为我的仇敌不能向我欢呼夸胜 至于我 你因为我正直,就扶持我 你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永远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